我们接下来呢 看一下企业在进行战略创新时 需要考虑的第二个关键因素 就是创新的基础产品和产品价值 对于有关战略创新 乃至创新管理的一些内容 我们在学习时呢 没有必要把它理解的有多么高大上 多么深奥 其实呢 里面的一些道理 非常的浅显 甚至是一些常识性 企业在进行战略创新决策时 他要考虑第二个因素 所谓的创新的基础产品 和产品家族 这什么意思呢 大家不用理解的太复杂 太高大上 太深奥 其实道理呢 很很浅显 也就是说 所谓的基础产品 或者说是产品家族 其实就是他所考虑的 他后续的创新的空间 创新的载体 创新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们来看教材所表述第一点 要使持续的创新达到理想效果 也就是说 大家看 他不是说 要使创新达到理想效果 他得是不间断持续的创新达到理想效果 途径之一是得借助什么 基础产品 或产品家族 这什么意思 就是刚才说的 所谓的考虑基础产品 产品家族 就是为了考虑他 创新的空间 载体后续可能性 我们举一个例子 因为我是华为产品的一个忠实的拥本者 但是我自认为不是那种脑残的花粉 就是说他好 而是一个理性的一个拥本者 因为华为的东西是贵 但是从商务用途来说 应该说性价比比较高 而且华为的这些产品是共融共通的 可以相互什么互联进行协同 进行办公 所以比较方便 所以说我买了一系列的华为的产品 从手机、笔记本、电脑 包括一些个周边的产品 我就以华为产品为例 首先华为它得有基础产品 它的基础产品是做手机起价的 那么这个基础产品 它有没有这种持续创新空间呢 它的这个基础产品是手机 起家的就是手机 有Mate20、Mate30、Mate40、Mate50 然后还有现任的什么 P30、P40、P50啊 这些个什么 相应的这些个系列 也就是说单纯从它起家的 这个手机的基础产品 它是可以做到持续创新的 Mate30肯定比Mate20好 Mate50肯定比Mate40、Mate30好 所以说包括这个P系列 所以P系列虽然可能是 侧重于娱乐的年轻人的 可能轻商务的 但是呢 P20、P30、P40 它也逐渐的升级迭代 它也有创新空间 所以说这个技术产品 不同的型号的升级 给它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创新的空间 创新的载体 创新的可能性 创新机会 然后华为的这个手机有APP 它就可以做一些周边的 你比如说我现在买到的华为产品 我用的啊 基于手机APP的 有胎灯 我正在用着的 有体育刀 有音箱 有耳机 有测体重的这样的一个秤 啊 还有手表 这些我都在用 都都有 所有这些都是基于华为的这个产品 有基础产品 而扩展出来的一些个周边的产品系列 你想这些周边产品 凡是能拿手机 能够互联的啊 利用这个手机APP能够操纵控制的 不都是它可能进行创新的空间吗 那都海了去了 音箱 对不对 然后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秤 这个手表 剔须刀 台灯 包括基于手机 互联的 智慧大 智慧屏幕 笔记本 台式机 所有这基于手机都可以是吧 这种是吧 共享 融通 互联 协同办公 所以说 你在进行创新时 考虑的第二个因素 其实说上去挺高大上的 什么基础产品 产品家读 其实是企业考虑 我要进行创新 我将来可能进行创新的这个点 这个载体 这个机会 还有没有量啊 还有没有可能啊 他想的是这个 如果说我手机不停的迭代 然后我手机连这个连那个连那个 那我创新的空间海了去了 我进行这个创新战略就没有问题 我可以就是这些海来去的产品 能够让我什么 保持持续创新 我这个基础产品手机不停的 Mate 50 Mate 60 Mate 70 Mate X 能让我说不停的迭代创新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因此这个基本思路 教材都告诉你了 依托一个稳健的基础产品 或可以扩展的产品家族 凡是这种什么能连的 这种以日常的这些周边产品家族 为创新提供什么 延展空间 就是刚才我说的 这种载体 这种可能性 这种空间 其实就那么简单 所以说你看教材举的例子 我给大家援引了 我为什么把教材的例子 一字不落的援引到客件上 这是很少有的 因为我一般不乐意在备客时的 敷衍 草率 偷懒 说教材有什么 我就直接拍上去 我不愿意这么做 我得把教材东西自己弄懂吃透 融会观众之后 我把它提点出来 告诉大家精华 这叫讲课 你把这个教材的东西都直接 copy到客件上 那不叫有声书了吗 那大家听喜马拉雅不就完了吗 我之所以copy到这 两个目的 一个目的 帮助大家理解 刚才咱说那两点 另外一个目的 是对于这一部分 知识内容的出题 无论是客观题也好 主观题也罢 都是基于教材的例子为蓝本 为模板的 来进行出题的 所以说 你熟悉教材给出的例子 有助于今年我们广大学员 去回答题目 无论是客观题和主观题 了解这个支点是去年新加的 它可接见的历史题目很少 所以只能靠这种方式 帮助大家来应对可能的出题的套路 所以举这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就汽车制造商逐渐将注意力转向车型 这些汽车虽然款式显著不同 外壳 是吧 这个颜色的 这个形状的 前面是方的 前面是圆的 两箱的 三箱的 高点的 矮点的 宽点的 外壳虽然变来变去 款式不同 但是内壳 都是什么 相同的底盘啊 相同的什么 类似于发动机 相同零不假 这就跟手机一样 手机呢 它的外形变来变去 但是它的操作系统 包括它的芯片 包括它的功能 可能会有一些改进 但是大不离行 所以说 这就是有一个基础产品 然后这个基础产品 外壳变来变去 里面的一些核心部件 组合来组合去 这就可以给汽车企业 提供这种 持续创新的机会和可能性 也就是所谓的这种 创新的延展 其实手机也一样 我不知道咱们广大学员怎么样 我用Mate 40 跟用Mate 30 Mate 20 我最直观感受 这手机是变窄了 还是变宽了 变大了变小了 你说我处理 用这手机处理一些个 办公的啊 一些事项 使用一些办公软件 或者看一些东西 你说这个Mate 40 比Mate 30 快多少 有什么差距 或者我这个摄影照相 会有什么不同 说实话 我真是没体会出来 可能就是我这个关注点啊 不在于此 可能有些个 这里的专业的这个玩家 手机的这个行业测评人员 那种感觉出来 所以说 所以说我们举这个例子 你汽车也好 手机也好 它其实呢 就是在外面的一个外观上 或者说是一些个 那些样的啊 一些个啊 能够让你直观感受的变化上 变来变去 但是它的操作系统 它的芯片 它的一些内核有变化 但是大不理性 所以说内外结合在一起 它有创新的空间 这说的是基础产品 然后有了基础产品 基于基础产品 像华为基于手机的基础产品 它拿APP连这个连那个 也就是说所谓的一个产品家族 它就更丰富了 它创新的空间 载体 机会 可能性 它可以延伸到 延伸到很多领域 这就是教材当中 所援引的瑞翔公司的这个例子 就瑞翔公司 2014年开启的瑞翔生态链计划 围绕瑞翔公司基础产品 手机业务 你看 还是说的手机业务 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消费类 万物互联的这样一个产品家族 就跟我举一下 华为的手机 连手表 连笔记本 电脑 连台式机 连智慧屏 连音箱 连耳机 连这个称体重的称等等 产品家族 连接超过一台智能设备 构建其手机配件 智能硬件 生活消费产品 三层产品矩阵 生产手机都有配件 然后智能的这些个围绕它 互联的这些智能硬件 然后把它组合成生活消费产品 这上三层的产品举阵 瑞翔公司也从一家手机厂商 发展成为一个涵盖众多消费电子产品 软硬件和内容全覆盖的互联网企业 这一案例堪称国内企业依托基础产品 和家族创新的这样一个经历 所以说你结合我所讲的 我自己切身的例子 你回过头来再看教材举例 你就能够明白教材所讲的企业 进行战略创新角色时 所考虑的第二个因素的含义 所谓的技术产品 所谓的这种产品家族 之所以要考虑 其实就是企业评估 它后续进行创新的空间 进行延展的可能性 到底有多少 最终是否能够支撑它 持续创新 所以说听完我讲之后 再看教材举的这两个例子 他们各自的这个侧重点 到底有什么不同 大家也就自然而然 水到渠成刮抽地落的 来理解和把握了 第一个例子 赵欧龙说的是基础产品 内核不变 外面变来变去 就基础产品 就跟手机MIT20MIT30MIT40起家的这样 不断的生意迭代 第二个例子 举的就是这种 基于基础产品 万物互联 来延伸 延伸出的周边的产品 给它提供更为广阔的 创新空间 这就是呢 企业在进行战略创新时 要考虑的第二个决策 大家要按照我所讲的 来理解和把握 同时对于教材的几例 要重点关注 多通读几遍 那么第三方面呢 是创新的层面 就是在组件层面 还是价格层面 对于这一方面 就跟刚才我们讲的 这种渐进性突破一样 大家不能学死了 要把它学活了 就是组件层面的创新 和架构层面的创新 它们也是有先后逻辑关系 是先在组件层面创新 所谓组件component 什么叫component 就是说这个东西 比如说 这个东西比如说 是由这六部分 按照这样一个关系构成的 每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 这六部分构成 是一个整体的东西 构成这东西的 这六部分 每一部分 就是所谓的组件component 构成要素 所谓组件层面的创新 无外乎就是 对于每一个component 或者对于它创新 或者是吧 对于它创新而已 所以说这是组件层面创新 那么架构层面创新呢 就是重新的来编排架构 原先的架构是吧 是这样一个形状 就是什么 这种串联的 这样一个形状串联 那么我可以变成什么 一体两翼啊 我可以变成一体两翼 这中间有这个 然后怎么样 我把它分出来 变这个 变这个 变成一体两翼的 这样的一个连接 这就叫做架构层面创新 就是组件层面创新 是component 每一个 每个单元的 每一个构件创新 架构创新 整个架构上 体系上的一个颠覆性变化 虽然讲的时候是各式各嘛 但是他们之间 也是有前后内在的一个逻辑关系 就是先是组件层面变化 组件层面变化之后 这个组件创新了 他就要求其他的 要用一个新的方式 和创新后的 这个组件的方式 是吧 来对接 这就倒逼着其他组件 乃至架构要进行调整 所以说 先是组件层面变化 但是组件层面变化 到了一定程度 会倒逼架构层面变化 也是一个由量变 到质变的过程 所以说第一点 创新涉及组件层面 或架构层面 是局部的完善 优化提高 还是整体顶层设计改革 所以说 这就是刚才我所讲的这一内容 教材一句话 给大家解读出这一内容来 这就是 创新涉及组件层面 和架构层面 是局部的 还是整个顶层设计 但是他们之间 有前后逻辑关系 组件层面 最后是倒逼 架构层面变化 我们接下来看第二点 创新的知识流 及其支持性结构 往往对应于创新的层面 你看这就是中国字 不是中国话 创新的知识流 及其支持性结构 往往应用于创新层面 中国人绝对不会那么说话 他表达什么意思呢 我给分两层说就明白了 创新在组件层面 就是说局部 构成这样一个架构的 每一个component 在这个component上来创新的话 组件相关知识和技术人员 相互交流 在发生变化时 能够整合新的知识 也就是说 对于这个架构内的 构成的每一个component 对于其中一个component 我经创新时 那就是和这个component的 这个组件 相关的一些个 掌握这个组件 知识和技术的人员 来经交流 也就是说我改变这局部 那么掌握这局部 技术和知识的人员呢 就这一个和这个component 有关的技术人员 知识人员 他们之间交流 因为我就变成一个好理解 如果说是整个架构调整 那必须得有一个上帝视角 对不对 也有我component的 每一个看都局部 现在我架构了 由原先的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形状的串联 变成了这样一个 一体两翼的结构 这必须得有一个 上帝视角 来加一变化 就现有沟通渠道 和知识流 是不适用的 就得需要发展 新的知识结构 为什么呢 你现有的这种什么 每一个组件的知识点 只是盯着局部 而架构层面 是顶层设计改变 必须有一个上帝视角 来统筹安排 你当然局部的知识 不够用了 所以说 接下来教材就说了 当系统架构层面 发生重大变化时 现有企业 往表现不佳 原因在于什么 需同时面对两个困难 一个是 学习和形成 新的知识体系 第二个呢 舍弃原有的知识体系 也就是说 原先你是 这种什么 单盯着每一个component 就是就局部 说局部 你没有一个 整体上的视角 就跟盲人摸像一样 你就盯着这个 大象的耳朵 那是弄着大象鼻子 那是弄大象尾巴 那是大象腿 那是大象身子 身边墙 你就盯着这个 所以说 当面对重大变化 就是当你需要 以上帝视角 对你系统架构 顶层设计 进行创新 进行重大变化 调整区 你得舍弃原有的认知 哦 这不是一面墙 大象的尾巴 不是一条蛇 大象的腿 不是四根柱子 你得把这个舍弃了 同时还得学习 哦 这是大象的尾巴 哦 这是大象的腿 哦 这是大象的身子 你还得关注心的 这对于盲人来说 太困难了 那怎么办呢 这种上帝视角的架构上的顶层设计 是调用到整体上的方方面面的技术的知识 所以说只能是搞技术融合 就是不同的技术流相互汇合 使得原本分散的产品创新融合成一个新架构 也就是说由原先的这种模式的串联 现在变成一体两异 这就需要上帝视角的什么 对于相关的一些技术知识的什么 技术知识的一种什么 新的融合 融合成一个什么 新的架构 大家要按照我所讲来理解 教材举的例子叫家庭自动化产业 这个例子要记住 因为在实际考试初期时 对于这一方面内容性考察 是按照教材所举的例子 平移或者说是稍微改变演化 所以说内核还是教材所举的 这个家庭自动化产业的例子 把一些个什么自动化控制的 把一些个相应某些领域的 比如说是音箱 比如说是空调 比如说是这种什么自动化的控制技术 融合在一起 形成了家庭自动化的 这样一个产业 这个产业是创新的产物 因为原先都是什么 每一个什么component 每一个组件 现在是什么 把这些组件重新的排列组合 重新的连接 也就是所谓的什么 一种融合 形成了一种新的产品 一种新的服务 据此形成一种新的产业 所以说这种组件层面的变化 最终归根结底 都会倒逼架构层面 发生相的变化 我说这句话的结论 依据在哪 就依据教材的表述 就是所谓的技术融合 他说的 不同的技术流 相互汇合 就是不同的组件的 这种创新变化 相互汇合 最后倒逼 使得原本分散的产品创新 融合成新的 这样一个架构 融合成新的架构 这样新的一个产品服务 新的一个产业 便应运而生 这就是企业在进行 战略创新决策时 要考虑的第三方 到现在呢 关于企业战略创新决策 需要考虑的相关因素 和具体的情况 也就是所谓的 那方方面面 我们讲了三方面 但是这三方面呢 其实都是侧重于 什么所谓的领域 你比如说 就像我们现在讲的 我是局部变 还是说整体的 这样一个架构变 我是呢 种小步快走式的变化 还是天翻地覆式的 这样变化 我是呢 是不是基于我这样的一个 这个基础平台 还是基于我这样一个产品家族 所以说呢 到目前为止 企业进行战略创新决策 他所考虑的这三个方面 都是呢 更偏重于什么 所谓的领域 那么第四方面 我们讲解的就是 企业在进行战略创新决策时 需要考虑的时机的这样一个因素 企业在进行战略创新决策时 所要考虑的时机这个因素 其实呢 讲解的是一个模型 就是创新生命周期模型 创新生命周期模型 将创新模式 也就是创新的这样一个过程 划分为三个不同发展阶段 分别就是流变 过度 成熟 对于创新生命周期模型 我们在复习备考时 有两个层次的掌握要求 第一个掌握层次要求 就是 创新生命周期模型 包括哪三个阶段 流变 过度 成熟 第二个掌握层次要求 广大宣自己就会说 就是每个阶段的内涵是什么 这两个掌握层次之外 待我给大家讲完了 创新生命周期模型之后 我还会给大家再补充一点 就是创新生命周期模型 它本质上应该是什么 所以说呢 咱先就这教材来讲 创新生命周期模型 包括三个阶段 就是流变 过度 成熟 这三个阶段 接下来 然后呢 教材给了这张图 这张图呢 没啥意义 你单纯看这张图 没啥意义 但是 这张图的横坐标的内容 大家要记住 就这张图本身没意义 它也不会考虑图 这图呢 乍一弄 你也看不懂它表出什么意义 但是这个图的横 能坐标的内容 咱得记住 就是流变阶段 它主要特征是探索 不确定灵魂 过度阶段 主导设计 成熟阶段 标准化整合 就这些内容 咱得记下来 理解也好 不理解也罢 到现在 我还啥也没讲了 让你记 就是死机经贝 机械式记忆 这些内容不多 能记下来 好了 关于 这三个阶段 教材分别讲了五方面 创新特征 在这三个阶段的各自的具体表现 对于这个表格的内容 还是那句话 难为大家 你理解也好 不理解也罢 对于这个表格 而我要求你要有一个精准的 完整的记忆 我接下来会给大家讲解这三个阶段 也就是创新生命周期模型 这三个阶段 每个阶段到底什么含义 我讲完之后 是有助于你在最大限度上 理解的技术上 来记住这个表格的相关内容 但是即便我讲完了 这三个阶段的各自点击特征 你也理解了 回过头来记这张表 也比较吃力费劲 所以说这张表 你理解也好 不理解也罢 背起来呢 难度差不了太多 但是考试的时候 这张表 教材当中的图表力 是出客观提应来源 所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输出来源 对于这表上的 五方面创新特征 三个阶段的各自的典型的特征 或者说各阶段的具体表现的内容 我就不再带领大家的逐一子过一遍 那就太耽误时间 也没有意义 就念一遍有什么意义呢 在此就给大家先留个作业 你理解也好 不理解也罢 五方面创新特征 在三个阶段的各自具体表现 就把它记下来 精准完整的记忆 然后我接下来给大家 用通俗的言 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这三个阶段 你听明白之后 你回过头来按照我所讲理解 再被这五方面创新特征 在三个阶段的各自的具体表现 应该说呢 会缓解一下你机械记忆的难度和压力 首先看流变阶段 流变阶段又称之为酝酿阶段 首先开宗明义 在非连续条件下 即全新的技术或市场出现时 存在一个流变阶段 咱先看教材 一会我一块给大家具体讲解 流变阶段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全新 一切都是新的 前所未有的 没有现成经验可以接见 所以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怎么体现出很大不确定性来的 不知道技术手段和市场需要的正确配置 第二市场参与者 因为它全新的包括大量的新创业企业 进行大量实验 大量实验 因为都是新的 谁也不知道正确方向在哪 所以就大量实验 那大量实验的话 都在探索 比如是没头的苍蝇瞎撞 肯定是伴随大量实验 然后呢 有点现成经验 大家要跟着学 快速学习 讲到这 我该给大家举例 再不举例的 这就光成念教材了 拿教材讲教材了 举什么例子呢 咱们应该说上点岁数的学员 当然不至于有代沟啊 举什么例子呢 就是说 由这种非智能手机 就原先那个老的诺基亚 就是那种 就能打电话 然后当手电筒 插个耳机 能听 数文机的那个 非智能手机 在向智能手机 过渡的那个时期 就是智能手机出来了 全新的技术和市场出现了 智能手机有一个特点 它跟非智能手机 有一个最本质面 就智能手机 在对我操作系统 所以说智能手机 这玩意是个新东西 出来了 这人们用这智能手机 这个智能手机系统 它到底需要什么样的 谁都不知道 所以说 当这种智能手机 这种全新技术 所支撑的产品出现了 并因此引发了 智能手机操作系统 可能带来的巨大市场的时候 这就是流变阶段 但是这个智能手机 到底用一个什么样的系统 消费者认可 消费者拥堆 消费者满意 消费者接受 消费者愿意花钱买 都不知道 因为什么呢 刚有的智能手机 智能手机该有什么样 一个操作系统 就像我刚才说 消费者能接受 谁都不知道 技术手段 应该怎么实现 谁都不知道 我应该向哪个方向来发展 我这么来研发 智能手机操作系统 能够将来 被市场的广大消费者的 所接受 谁都不知道 所以说 不知道技术手段 和市场需要的正确配置是什么 不就这意思吗 就是说这智能手机 这操作系统 到底是怎么研发 怎么设计 正好能够 被将来的消费者 所认可 就不知道 市场参与者 进行大量的实验 这是真的 比如说 刚有智能手机的时候 咱中国移动 针对智能手机 还研发了一个自己的操作系统 叫做Ophone 这个大家 很多学员不知道 叫Ophone 中国移动 要说也够时髦的 iPhone Ophone 应该是中国移动 我没记错的话 也可能是联通 应该是中国移动 研发了一个Ophone操作系统 联通 好像也研发了一个系统 也叫什么 凤 然后此时 市场上 针对智能手机 有这么几个操作系统 Windows Mobile 早生的这样一个系统 塞班系统 然后还有安卓系统 然后还有iPhone 就是所谓的iOS操作系统 所以说市场当中 有那么几个智能手机的 操作系统并存 比如说iOS的 什么Ophone的 安卓的 Windows Mobile的 塞班的 这些个操作系统 同时并存 也就是说 这些操作系统 并存 都是伴随着智能手机 出来之后 到底智能手机 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操作系统 能够为市场和销售 都不知道 所以大家断各自的理解 按照自己认定的将来可能 这种方向来研发什么 这个智能手机操作系统 什么iOS 什么Android 什么Windows Mobile 什么Ophone 什么塞班登 来研究 所以说 大家都按照自己各自的理解 向不同的方向来研发 谁有点什么好的做法 都互相的抄袭 模仿 快速学习 此时的特征 是新旧技术的共存 和两者的快速提高 这啥意思呢 就是说 智能手机出来了 但并不是说 非智能手机 哗啦就没了 在那这儿的话 低收入群体 还是有一部分人 那智能手机都贵 买不起 还用这个 而且那这儿呢 智能手机的操作系统 刚刚是 与新出来的智能手机上相匹配 那这儿智能手机的操作系统 我也用过 要多不好用 有多不好用 要多卡 有多卡 所以说此时呢 智能手机是新的 智能手机操作系统是新的 但是又贵又不好用 老手机呢 便宜 系统呢 它比较 就是所谓老的这种 非智能手机的 它的那套操作模式呢 也比较成熟 大家比较熟悉 所以说 在那个时候 新旧技术 还有点掰手腕 撕不撕的时候 就是说 那种非智能手机 依靠它的价格 依靠它的成熟 这种模式 性价比 和这种什么 智能手机呢 能够掰掰手腕 而且呢 非智能手机呢 虽然它没有上智能手机操作系统 但是它对于原有操作模式呢 也改了一些个什么 些样的操作方式 就类似于 这种智能手机的 能搭动的效果 来通过性价比呢 来和新技术呢 撕不撕不 掰掰手腕 也就是说 任何一个历史事务 都不会自己主动的 退出历史舞台 它都得 和我们在这个市场上待着 这是啊 流变阶段 所以说 智能手机 出现那么多操作系统 然后大家按各自方向 因为全新的 谁也不知道 哪个是正确方向 这是流变阶段 好了 接下来到过渡阶段 出现主导设计 并且侧重点 转向模仿和开发的阶段 被称为呢 过渡阶段 就出现了主导设计 并且侧重点 转向什么 模仿和开发的 这样的一个阶段 被称为什么 过渡阶段 那个过渡阶段 怎么理解呢 我们先把第二点 第三点 来给大家讲解 一块给大家举例 实验成果 融会形成 主导设计 确定的游戏规则 聚焦 最受欢迎方案 形成新配置 也就是创新选项 集中于一种核心可能性 那么关键特征 日益稳定 实验也转向 排除缺陷和完善 主导设计 过渡阶段的前三点 怎么理解呢 咱接着举例理解 怎么叫主导设计 也就是刚有智能手机时 研发智能手机 操作系统企业 跟广大消遇者 来看都是新事物 谁都不摸门 所以说呢 你研究Ophone 要多卡要多卡 然后呢 人家iPhone 也研究 这个iOS 然后呢 有安卓的 有Windows Mobile 等等都有 多设计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的操作系统 就被抛弃了 像这Ophone 太卡了 用不惯 哦 那那个方向失败 知道 然后呢 在 安卓 在 iOS 在Windows Mobile 等等啊 这些操作系当中的 在慢慢发展当中 消费者就返回了啊 这个系统的 这个功能好用 那个系统的 那个功能好用 这样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慢慢的 融会形成了一种 广为可接受的 一个主导设计 也就是 最受欢迎的 这种新配置 也就是说 应该这么操作 消费者是吧 那么开机操作 锁评 锁评 消费者是 接受的 喜欢的 那样 消费者不接受的 有这个功能 消费者是喜欢的 有那功能 消费者是多余的 慢慢的 是吧 就形成那种 主导设计的 什么 新配置 所以说 也就是什么 一组核心的 可能性 一个一组最佳的 优先的选项 这操作系统 但是在这功能当中 大家听我描述 买下伏笔了 也就是说 iOS这个 锁评的功能 开评功能是好的 安卓系统的 这样的一个 闹表试制功能 是好的 然后呢 Windows Mobile的 这个文档的 这样一个操作是好的 我为什么举这例子呢 这就是所谓的什么 模仿和开发 怎么叫模仿呢 这样 就有操作系统 比如说是 iOS的 安卓的 Windows Mobile 他们这个 智能手艺操作系统 哦 消费者反映了 人家那个锁评是好的 开评是好的 那我就说模仿 融合到我的什么 这个系统来 增加那功能 那个操作系统说 哦 人家说那个好的 我也来什么 来弄 所以说 慢慢的这几个操作系统 他们各自互相学习 他们什么 对方的 是吧 消费者所认可的功能 所以说 锁评的 原先是苹果要 研发出来的 后来安卓也学 Windows Mobile也学 然后呢 这个安卓的 比如说是商道表的 这个功能好 那么Windows Mobile iOS也学 等等互相学 这就是什么 转向模仿和开发 你有这功能 大家认可了 我这功能 我另外一个功能 被消费者认可 我保留 另外一个系统的功能 消费认可 我学过来 也就是说 我每一个操作系统 Windows Mobile也好 安卓也好 iOS也好 都是什么 把消费者认可的 最佳配置 融于自己的操作系统 这样经过大浪淘杀 比如说 现在市场上 就剩下两种主流的操作系统 一个是安卓 一个是iOS 这都是经过过渡阶段 来形成的 明白这个过程吗 关键特征日益稳定 那么也就是说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都固化了 或达成共识了 或者说呢 应该消费者的反馈充分了 也就是说消费者 这些操作功能 倾向于这样的用法 都固定了 每个操作系统 Windows Mobile Android iOS的都这么做了 做完之后 大方向 大的框架 大的功能都定局了 然后接下来 就是什么 在这现象下 把智能手机的操作系统 运行过程当中的 一些bug呀 一些个不流畅的地方啊 一些个设计工当中 还有不完善的 不完整地方 都把它慢慢的优化完善 这就叫做 关键特征 日益稳定 就核心选项 大方向没问题 然后呢 再把细细的一些毛茬呢 把它慢慢的优化 就是排除缺陷 完善主导设计 所以说 在这个阶段 从根本概念上的开发 就原先 咱得智能手机呀 得弄个智能手机操作系统 从概念上开发 现在转向什么 关注产品的差异化 就是我 安卓手机操作系统 虽然也借鉴你苹果的 这样一个 锁屏或开屏的功能 但是我有我安卓的特点 但是你那功能呢 我得模仿来 然后在我安卓下开发 但我还得跟你不一样 然后呢 我还得让我的系统更稳定 更能够畅 而且呢 成本上更廉价 而且呢 提供的性能更好 这就是什么 从根本概念的开发 转向关注产品 差异化 以及更稳定 更廉价 更高质量 和更多的什么 更丰富的功能 所以说你看 现在智能手机 功能越来越多 过渡阶段 过渡阶段完了之后 就是成熟阶段 因为 由原先不猫门 现在猫门了 感情消费者 是喜欢这些功能啊 啪啪啪 我也弄 你也弄 他弄 弄完之后呢 大方定了 我再慢慢优化完善 优化到一定程度 也就是各自的 手机操作系统 经过大狼掏杀之后 市场上就剩下 安卓系统 跟IOS系统 此时这俩系统 霸占着市场 经过前期的 一些发展 现在这些个 操作系统的技术啊 它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啊 这样的一个功能啊 这样架构 就都基本定型了 成熟阶段 所以说随着 创新概念进步成熟 渐进性创新 变得更加重要 为什么呢 刚才我说的那么多 就为了讲这句话 做铺垫 也就是说 现在大冷淘沙 就剩下安卓 跟IOS打比方说 就剩下俩操作系统 经过前期的打磨 这个系统都已经定型了 框架什么 大方向大局都定了 该完善完善了 剩下的 再创新 大家看 都是渐进行创新 大家看啊 我们手机 隔一会儿 这设置这个推送 下载398兆 然后呢 对于这个手机呢 这个操作性格完善 然后更新日志啊 就是更新了 这个相机聚焦的时候的 比较慢的这样一个 然后呢 更新了啊 再打记事本之段 闪退 你看 这些创新 基本上呢 都是在已经成熟的 技术上的 小局部的这种 修修补补补 所以只能是这种什么 渐进创新 因为它的 大局大框架 已经是熟透了 发展进程度了 没有 急于此再进一步的 颠覆性创新 它只能是一种 渐进创新 比如说 这个相机聚焦的 时间过长 我再给它 这个这个快一点啊 然后呢 这个闹表的 这个铃声的设置 选择太少 多一点 这都是一种 小的修修补补了 渐进创新 变得更加重要 因为都熟透了 性能就这性能了 基本上有这些个 功能了 框架不变了 重点就开始 是吧 打价格战了 转向价格因素 所以说呢 围绕这些产品 而成长起的行业 日益将注意力 转向合理化 规模经济 和流程创新 也就是说 流程创新 是生产 这个产品和服务的 流程创新 我大批量的 是吧 来生产 然后呢 转向什么 合理化 也就是说 有一些个就避免 过度创新 因为 什么叫合理化 我过度在投入 我最后创新的成果 可能在 手机 智能手机操作系统 看来 使用者看来 也就是说 下载个23兆 然后呢 把什么功能完完善了 但是就是这23兆 我得后面 是吧 得花很多的钱去研发 然后跟既有功能的 要协调 什么转向合理化 就类似这种 得不偿失的 修收补补补 就罢了 然后呢 我规模经济 然后呢 我搞流程创新 来降低 类似于什么 智能手机操作系统 这样一个服务的什么 这样一个成本 提高生产率 这就是成熟阶段的第一点 第二点呢 产品创新主要通过 定制化来满足 特定客户的特殊需求 也就是说 此时这个系统已经熟透了 就面向整个市场的 就是说是 Universal version 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版本 都确定 它就没有什么 再多的这种改进的空间了 也就是什么 小打小闹的 坚津性的创新 那么此时 你要再进行 熟透了的产品创新 就是呢 这种个性化需求 你比如说 针对中国移动要求 然后呢 这个安卓系统 然后呢 研发出一个针对中国移动的啊 合约机的一些操作系统 你比如说是 这个苹果啊 推出了和这个 中国联通啊 这个合约机 想捆绑的啊 特定的啊 专门合约机啊 联通合约机所用的什么 IOS系统 也只能是通过这样 定制化 来满足特定客户需求 来实现产品 所谓的创新 这就是创新生命周期 模型三个阶段 他们各自的典型特征和含义 我用咱们手机 智能手机操作系统这个例子 应该说把这三个阶段的 各自内涵典型特征 以及他们前后逻辑关系 应该说 给大家已经解释了 清清楚楚 明白白了 那么接下来呢 按照我们教材所讲 这三个阶段呢 它是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流变阶段 然后过渡 过渡完了 成熟成熟完了 接着怎么样呢 有新技术出现 又退出历史舞台 然后呢 新技术又是流变阶段 过渡阶段 成熟阶段 循环往复 所以说最后会出现新的变革 创新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 这个新的变革是什么意思 又出现了一个更新的技术 然后呢 在这种情况下 创新的空间 原有的创新空间变得越来越小 在科研人员的构养中 外部新的创新的可能性正在出现 最终会出现新的技术 并有可能对现有的规则性挑战 就这段话是中国的 不中国话 应该怎么理解呢 就是说原先的 新技术出现之后 流变过渡成熟 到原先所谓的新技术 变成成熟阶段之后 它其实就是个没落的技术 那么此时 又会出现一个什么更新的技术 然后又是流变阶段 过渡阶段成熟阶段 原先的老技术 就会退出历史舞台 所以说 接着这句话 我来给大家讲 我刚才说 我还会给大家补充 另外一个新的知识 就是针对 创新生命周期模型 到底是什么 创新生命周期模型 其实啊 为了帮助大家理解 就是我们 第二章第一节 要给大家所讲的 产品生命周期模型 在战略创新管理领域的 一个应用 其实你仔细看 创新生命周期模型 其实它也是四个阶段 流变自不必说 过渡成熟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declined 就是衰退阶段 也就是说 它退出历史舞台 被新的技术所替代 退出历史舞台 或行将退出历史舞台 这样一阶段 所以说 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说 创新生命周期模型 四个阶段 我们后面 第二章第一要讲的 产品生命周期模型 四个阶段 它其实是对应的 特征是一样一样 流变阶段 相当于 我们后面要讲的 产品生命周期模型的 导入期 introduction 过渡阶段 就是什么 成长期 成熟期 就是成熟阶段 产品生命 maturity 而 教材所用文字表述 对应的就是 第四个阶段 衰退期 退出或行将退出 历史舞台 我之所以这么讲 是为了便于大家 对于 创新生命周期模型 和产品生命周期模型 各自都有一个 很好的理解和把握 才把它们之间 建立起这样一个逻辑关系 实际上 他们在理论上 也是有这种对应关系 这是为了大家便于理解和帮助 但是在实际考试掌握时 还是按照这三个阶段 来进行掌握 教材的最后这句话 你不用扣字眼 按照我所讲的来理解和把握即可 这就是给大家讲解的 这个知识点的第四方面内容 花的时间多一些 因为这个内容 一定得给大家讲透 你一旦理解了 里面的那些内容就好掌握 就好记忆了